台北市信義區24小時營業的 一蘭拉麵 即使是平日下午 還是有很多的民眾在排隊 不過以後不是隨時想吃都能吃到了 一蘭拉麵臉書貼出公告 台北兩家門店 16號起 週一到週四 早上5點到10點休息 週五和週末 則是維持24小時營業 讓許多饕客大談可惜 可以理解他這個決定 用餐人數可能沒有那麼多 然後店員也沒有這麼多的話 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熱湯加入中藥材熬住 配上軟嫩筋肉 一碗喝下去氧氣又補身 然後餐飲業卻供問題延燒 連續五年獲得米其林幣比的 推薦的雙月也躲不過 下午時段的八德店不見內用人潮 改成紙座外帶 有些店鋪甚至得週休一天 開新店或是舊的店鋪 再找新員工的部分都是蠻困難的 但我們家開至少都三萬八十萬多 公司的薪水其實還不錯 但是就是還是找不太到員工 佈置連鎖餐廳找不到員工 打亂營業時間規劃 中小型餐廳像台北的青葉台灣料理 或新竹的麵霧極光拉麵 最近也都在臉書公告調整營業時間 經過疫情 服務業 餐飲業 人力缺口怎麼補 除了薪資福利 指押展望 也成為民眾選擇工作的關鍵要素 話時間完成 您張榮福 台北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